鳳唐委員 還有我們現在各位同仁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午安 今天很榮幸呢 邀請到了我們行政院職務委員 旁鳳委員 來為同學辦點講座 我們來演講我們台灣創新發展的趨勢 很難得我們這樣的一個高中呢 可以有我們職務委員立 那同學等一下就要把握機會 好 提出一次中的疑問 而且我們唐委員在這個 數位資訊也親近的參與方面呢 幫政府演員很多政策的參與女生 那因此呢 現在很重視學生的一些意見 觀念跟權利 那因此呢 同學在意見的時候呢 也許需要經過一些 這個心理 一些價值觀或邏輯的呈現 那這方面呢 也許大家同學可以多請教我們 同學的提供委員 尤其在提這個相關對政府的建議 還有參加下午 千里三位部分的可以多學習 以後出了社會 它可以動盛我們社會的一個方式 那我想說就在很多時間 那我們就趕快準備現在講座 那現在呢 我們先幫他發一個感謝專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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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那我的工作是清點參與 就是大家對政策的什麼想法相當到大多時 那開放政策就是把我們政府在做什麼 我們都指導一些給參與 那還有設計創新 就是如果大家覺得政府有什麼沒有做好 或者是沒有做到的 大家自己來做 做給政府看 做到好的一個程度 政府就會覺得說這真正不錯 那就一起來做 那麽是這三個 那今天我們的講題 也是透過參與的形式 就是我其實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那我要想從大家來決定 那如果有在手機的話 可以掃這個Planco 那如果掃不到Planco的話 可以輸入slido.com 然後輸入0123一樣 這個簡訊不用輸入 那不管是掃Planco 或者是slido的方說01231 都會進入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那這個聊天室它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 因為如果舉手他問的話 那誰要問一個方式就可以 來想做這個動作 結果在別人一定會對大家有興趣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想說你想要聽什麼 那這樣的話 你的問題只要破在這個上面 因為很生命名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大家都在發生自己 所以就是想做這個動作 寫一個 就是 很公平的一個品牌 那第二個特色是說 你如果看到朋友想要問的問題 你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按讚的數量越多 那這個問題會自動輔到上面 那輔到越上面 我就會越先來回答 那所以現在大家就可以稍微想想 要容易問 那如果沒有在手機 或沒有手機的朋友 他當然也可以請你旁邊的朋友幫忙輸入 或者是也點舉手 因為我們有不親自麥克風 所以任何時候 如果舉手他問的話 他的優先順序就會高過引入上面的 那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兩點是在看 大概就是講到三點 那我們現在有個問題非常的好 請繼續 請繼續問 非常棒 對 那講到三點 那三點可能稍微休息了十分鐘 然後再會來到我們到四點 那如果到四點的時候 就是所有的問題沒有很好 我們就想把各位說道歉 或者各位會看過 那不然的話 就是如果到四點之前 上面都沒有兒子 也沒有人要舉手的話 那我們就會避免結束 不過之前也沒有避免結束過 那我就覺得結束了 那我們就開始 有兩位朋友們想問說 這個我的上半端就在做些什麼 這個非常好多的這些 好 那我上半端就在做些什麼 完全是看那一天是心情節 不過每天的狀態都不一樣 好比上說 如果是星期三的話 那我就大概都在一個叫做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地方 那長下來就是像這樣 所以我當中心 那 還蠻造型的 然後他是在台本 他叫做人愛路三傳九十九號 就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這個空間本身就是所有做的 社會創新的朋友 就是自己有一個想法 就像百貨公立一 但是又願意的人來參加 這樣子的朋友 一起幾次管理做出來的 那我每禮拜三在這間做什麼呢 我每禮拜三在這邊叫做我的 office hour office hour就是任何人有任何想法 都可以來約我的時間 跟我聊個四十分鐘 那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拿水 因為大家都有拿水 就是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我們聊這個想法 必須要公開出來 讓所有人都可以知道 那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說 如果每個禮拜三在這邊 大概都會見到十幾二十位朋友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想法 來練社會的想法 就是每個人來找我的時候 講的都是對 講的社會有幫助的事情 從來沒有誰來找我 然後說 對他有幫助 那對其他人都有害的事情 他知道就公開嗎 那所以事實上就是 大家都可以把力量 這樣子相加在一起 所以舉例來說 像就會有人提案 說他有這樣的一個新的發明 但是看起來很像外星人 但不是外星人 它是自駕車 就是問自己跑的三輪車 那你只要坐上去 不知道是看它到哪裡 這個三輪車就載你過去了 那所以就是一個朋友 就是問說 那你現在有這些 自己跑的三輪車 那問我能不能夠 就是坐上去 但是他現在還在研發 常裝到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不要笑 那大家說這個跑得很開 事實上 雖然說 咱們車 通常離跑得快 但是 事實上 它跑的速度 是比人跑步要慢 所以裝搬中心 組裝的東西 不會讓你這種事情 那所以 我的禮拜三的工作 就是把這樣子一種 天馬性的想法 想辦法在旁邊的社會 想結合 因為旁邊有個建國花市 就是大家買花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開場這個場域 像我們這幾個 我以前都拆掉了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 從馬路或是從花市走過來 那走過來之後 有些人可能手上提一些 然後花 花痕子 就大概兩年前吧 就是有一對老夫婦 他就手上提一些很多花 然後 幫我們說 一句的證明 在這邊跟這些 都無知的感覺 這些菜籃 我這次不是菜籃 就是直接要撐 那他們說 看起來就很強菜籃 所以這樣就 可以把他放進去 放進去 也不錯 然後我就說 沒有 身上坐上去 然後去拿來 然後他帶你去 那時候我們也不想這樣 我們也不想說 我們在經過 我們一路買的話 就是我這些菜籃 他們最必要買找菜籃 這些菜籃 可以是一直跟著 我們走來講去 所以他走到一個攤位 菜籃就在旁邊等他 他買了之後 他就放到那個籃子裡面 然後他再放下一個 所以他是叫 Hands Free Shouting 他手上都是完全空的 他買什麼就往裡放 那他沒有說 沒有 他在電視上看到 這架是可以組成車隊 所以這個 他放滿了的話 應該就要再召喚 一個新的來 然後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坐在後面 所以他會帶著一個 洛工車的設備 整個經過方式這樣賣過去 所以 這是幫人們需要細胞 而且事實上 這個比較做到這件事 那但是因為 這些車子的特色 它是開放硬體 就是想證明 大家都可以抽 換裡面的預件 開放軟體 就是他怎麼想事情 你可以去寫成實質感 開放資料 意思是他之前學習到的東西 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去把他學習的東西 拿出來重新訓練 所以我們到最後 就把它放在身上 這樣子 那還有 從一個眼睛變兩個眼睛 然後他可以跟著人 然後你可以看同人的表情 跟手勢 然後這樣 所以就真的變成是 這樣做起來 如何社會的需求 而不是讓社會去 配合科技的發展 這來是 等於互相參照的一個工作 他這樣才能夠新鮮 一個叫社會整備 弄這樣子的工作 這是我禮拜三做的事情 那我禮拜四大概就是 開行政院的院會 就是早上就要跟所有 32個部會的部長 跟主委 跟部工的院長 還有是內閣政院 那總之這32個不同部會的朋友們 跟我們9個 我們叫 Hersault Minister 就是9個政務委員 然後我們這些組成 所有的內閣 那就跟院長一起看院會 來決定說 當天要通過什麼樣子的議案 然後要發行 把他從到立法院 然後等到 那這是幾個詞 那禮拜五的話 通常我是 用一個叫做 協作會議的一個方式 去跟大家討論 什麼叫協作會議呢 協作會議就是 有很多 沒有很 就是看不順一點 這個 公共服 他不想說 兩天 多一天 就有一位卓志遠 那他就是在報酬的那一天 因為他用的是蘋果店 他就發現說 蘋果店長不能用來報稅 然後就困難 他說 就是 難營造爆炸 對不對 那 他就到我們的 一個小公共證書 或是參與提案 或者說 綜藝提案 提案 然後 他的提案其實沒有什麼建設性的建議 他就是不能量 他的內文就更是不能量 我們就不浪費他的時間 但無論如何 就是他代表就是 太生氣 那所以 就是底下 出現了有一個大程度來說 才是不想下台 什麼廠商 什麼外商 都是這樣 但是 我們這邊有 一個概念叫做 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好像 國會聯絡人 跟非法委員 新聞聯絡人 跟媒體一樣 這些朋友們 做的事情就是把 五千塊 要上街頭的朋友們 都用一個 提醒來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就是說我們就馬上 在底下 我們留言說 所有官員財政府 所有提出 因應指教的朋友 都說 那我們邀請 兩個禮拜之後 進來財政資訊中 希望我們一起來 創造出一個 更化的保險問題 那這會就是 每個禮拜五 大概一個月有兩個 案子左右 我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其實 我們後來就看到 這一位卓志願 他的成績 其實是一位設計師 我們知道 專業的設計師 就是也能夠 就是自行 稍微淘掉一點點 或者是 兼具差的幾個民手 都會渾身部署 所以 所以報紙軟體 當然就要 他特別不舒服 我們說 誰在乎誰痛苦 所以他特別在乎 那就特別痛苦 所以他就把這些 這些痛苦的朋友們 痛苦到底是什麼 都整理成 比較多使用者的旅程 所以呢 其實我們看這個 網路上面 可能有五千個朋友們 有各種批評指教 非常多負能量 但是如果你用 服務設計的角度 把它變成 服務流程開始 中間 後面 到底到底要有什麼 步驟 細節 有什麼需求 我們問到什麼問題 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有什麼情緒 怎麼解決這些情緒上的問題的話 其實到最後就不然說 其實所有的問題 就只有這麼多人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禮拜五 就把所有的禮拜關鍵 包含廠商等等 都集中在一起 那確保說 大家有提出任何 避避指教 我們就是會把禮拜關鍵 拿掉 我們不會去 就是趕大家的字 如果大家寫字報多 我們不止 字報多 如果他寫華麗到 讓人遺忘 就會寫華麗到 讓人遺忘 那問題是 這個 在兩年前的那個 告示原題 你報到中間 就是 試算結束 還沒有提出申告的時候 就會想要出一個 國稅局的一個 小娃娃 那一群很不一樣 他上面寫 就是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警察 好 然後會跳上跳下 那你在別的地方看 可能覺得很可愛 但是在報稅的時候看 就只會覺得很可愛 所以 他要等個十秒 才能關掉他跟磁床 對 那所以就有個朋友 直接挑戰我們的設計概念 那個說 這個 想到要報稅 心情就不好 所以所謂的痛快 就是痛的 就快一點就好了 你不要中間 弄一些東西 讓我們心情好 就是不可能的 趕快讓他完成 那心情就好了 對 所以就是像這種挑戰 就是設定 也可以提出來 那提出來之後 右下角就是 最算的這些朋友們 在禮拜五 那跟 就是最最算的這些朋友們 就是我們的公務員 跟廠商 不過我們說見面 三分清 所以見面之後 就算不算去 所以他們就 花了很多個禮拜五 一起把我們的 保鮮圓品 本來抽手的這個見面 變成今天全面實用 有感覺就是大家在這邊 覺得很棒的 這個新的見面 大概就是這樣子一個過程 就是我們做的事情 那 禮拜六 大概就是 做一些訪問 會錄很多 因為 很多朋友們 在辦活動的時候 會希望我出席致辭 但是呢 我出席致辭 如果不能像今天這樣 就是看到大家的問題的話 那其實我出席沒有意義 因為我全部就走了 我根本不會認識當場的人 所以我就一直很討厭 主席致辭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 因為就是大家都會有各種 就是很合理的需求 我也不能夠 過於這個 就是不近人情 所以我每個禮拜六 就是用來錄下一個禮拜五的致辭 錄完之後 我就把東西丟到YouTube 然後他們就一起放 所以就是說 禮拜六也是我當YouTuber的一天啊 就現在 看下個禮拜 有什麼要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就 全部都錄起來 錄起來之後 就他們自己去剪輯加工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用到處跑來跑去支持 我就可以花時間去聽大家的聲音 而不是一個人在這邊講 什麼東西給大家聽 那所以禮拜六就是當YouTuber的一天 禮拜天我會 就是我爸媽那邊 或者是我阿嬤那邊去睡覺 然後禮拜一的話 就是我們的所有的不同部位的朋友 因為我們的辦公室 剛剛我們有提到 在行政院有32個不同的部位 那我是書偉政務委員 政務委員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行政院這邊有九個朋友 這九個朋友他沒有特定的部位 而我們的工作就是協調這個部位 所以我的辦公室就是從每一個部位 一個人最多一個人組成的 那當然不是每個部位都有派人 他不想說國防部就沒有派人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國防的經營 但是就是大部分 就是面對大家 我們像這邊看到的這個教育 文化 內政 外交現在也有財政等等 大概都有派人 不過他不是沒有的 所以禮拜一就是跟我們的所有的派人 這邊的朋友們一起吃個午餐 一起講說大家到底要提什麼 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一起把它完成 因為任何人來我辦公室 我不是給他們命令 我也不是接受命令 我就是確保說 各種不同部位 團體的價值之前互相衝突 比方說經濟的價值跟華勤的價值 科技創新的價值 跟社會財品正義的價值 本來就會互相衝突 因為每個部位就是代表不同的社會價值 如果兩個部位價值一樣 他們就會叫做族改 就會整定成一個部位 所以所有人還活著 那部位大概都是代表一個很堅定的一個價值 所以他們一定有不同的想法 那傳統上政委的做法 就是在這個中間去找到各個部位 路上中間的一個平衡 但是我的做法很不一樣 就是我們會請這個部位的朋友 自己在這樣一個開放的空間裡面 去想出本來有什麼方法 他是可以 大家都不會失掉自己的立場 但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如果有共同的價值 有一些創新的方法 讓這些價值能夠成立 但是又不會犧牲掉任何一方面的價值 所以禮拜一大概就是在做這種價值調合的工作 那禮拜二我們就是在這邊的影響 禮拜二我的工作呢 就是所有的學生 或者是學生會 或者是老師們 或者是任何教育系統 我們有一個工作是青年的參與 那大家只要願意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大家來討論一些事情 讓我們能夠再調整一下今天 你們可以想什麼 又或者是說我們每個部會 都會作為青年的諮詢委員 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去領導哪個部會的部長 或是一個例子 好比像說 我們最近這個 大概你們知道的國慶的時候 流行的不只是第一選手 也包含我們的機制國手 像中間這一位應該是 汽車人機的國手吧 那他們在今年獲得 整個全世界第三名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成績 那所以就像亞運國奧運國手一樣 他們就會在這個 國慶上面大家看到 那這樣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的青年諮詢委員 比較黃偉強的朋友 他提出來的 那他就是把勞動部長 蓋取俄羅斯 再加上這個世界紀念大會 然後再回來之後呢 再往民視政院去提案 所以任何青年諮詢委員 或者任何各位學生 只要覺得說 你有這樣子的想法 能夠翻轉 大家對於 機制教育的 這樣子一種概念 或者是所有民生和相關的 但是要聽出這樣的想法 我們就可以在禮拜二 到接著大家的地方 然後去開這樣子一種 協調的會議 那當然 像這樣子一種想法 那就已經牽涉到 內政部比較容易 跟經濟部至少 那但是 還有很多的想法 就牽涉到更多的部會 最多可以到十二個部會 那所以 通常我們在 好像說來談投的時候 或者是說 之前到成春的時候 或者是到 其他的地方的時候 當然就不可能每個部會都來 所以我禮拜二的時候呢 如果是 大家討論這些事情 其實是 花非常多部會 我就會邀請這些部會 在台北的 大家看到的那個 社會傳承實驗中心 透過遠距的方法 就是像投影的方法 讓在地的朋友們 能夠真的聽出自己的想法 但是 又讓中央市 有不同的部會的朋友們 都是割長期 或者是以上 即時的來回應大家 所以議程是有地方來設定 但是中央 五都的朋友們 加入這個社創計畫的朋友們 必須要及時的回應 那這個就解決一個很大的 公文行政上面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 在以前 這些不同部會的朋友們 其實工作者其實 沒有辦法想下去 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他們大概說是 透過各自的部長 發所謂的公文原理詞 但是一個地方的問題 等到它到中央的時候 公文上面就變得很抽象 那這個很抽象的東西 再靠近到旁邊的一個部會 它又不知道這個子彈 那個部會是什麼意思的話 就很容易出現 公文的入場 那到最後 我覺得大家在台北 自己覺得解決的問題 應該是去造成地方的問題 那但是現在這種情況 才都不能這樣子 因為我會 就是先到那個地方 住的可能 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先了解 當地的問題之後 這些朋友就可以當場 都創新提出一些解決方案 如果提出了的話 那它就會 它就可以跨國會的 去宣揚它的理念 去詳細它的解決方案 如果它想到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太行 那讓地方的朋友 真的很爆炸的話 那反正 你隔著一門也拿不到人 只有我會有危險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大概就是沒有風險 但是有關係 能夠做出一些創造性的一些活動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以上就大概就是 每一天吧 大概介紹一下我今天做什麼 我第一個問題 通常會回到比較久 因為讓大家有時間投票 差不多 投票到一個程度了 那我們就開始真的 處理大家的問題 然後如果有追問的話 最新的問題 就跑到右下角 那我可以看 情況會大 有172片我們問說 當初那天對 跨性疑的時候 有些這樣的困難 其實沒有什麼困難 因為我自己在身上的困境裡面 本來就是碰到非常多 我們現在叫做HPQI Plus 已經開始了 我不敢記得有哪些英文字 但是 總之就是 性別性質 比較 沒有那麼傳統 沒有那麼主流的朋友 那其實在台灣 因為我們把 就是 Program 翻成城市設計 在其他別的國家 他如果喜歡 他翻成 Sofar Engineering 翻成一種工程的話 那他就會有一些性別 氣質上面的一個要求 覺得好像 就是傳統的 刻板的工程師的 那個氣質的印象 但是因為我們翻成城市設計 那設計 本來就是設計師 設計師本來就 這個 就像我剛才講的 那個會做支援 本來就是與眾不同 就是 會在意一些別人 不太在意的東西 那所以就是每個設計師 也都是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也不會覺得說 好像 我要就像工程師一樣 好像都要 這個有志的紀律 什麼 設計師的紀律 事情關係都沒有的東西 所以 總之就是說 城市設計 因為同時分成的設計 所以就讓人有種不自由 然後 我們也居然都有這些不同的個性 然後 因為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一點 而這件事情 所以 在台灣做城市設計的 朋友們本來就 沒有那麼多性格 刻板能強 這是我們跟很多 其他外國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挑的設計領域 又是 自由度最高的 就是說 城市設計 真的不太需要 其他的器材 基本上就是 一個能夠小網的電腦 但還可以去做設計的工作 那電腦也不會在意你的身份 氣質 然後我們到這個網路上面 那大家都是網路上面的社群 事實上每一天就可以放好幾個不同的 長好的頭像 所以就是說這種自由度 其實是在各種設計裡面 如果我是做產品設計 或者工業設計 或者是建築物內裝的空間設計 那我還要跟我的工單配合等等 但是在城市設計上面 基本上本來就是 每一台商品是自由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也不會因為跨性別的關係 所以就可以挑戰減刺能的 所以當然我也覺得說 這是一個 就是說剛好我的興趣 剛好竊合的一個 最不在意這個性別 各樣氣質的 這樣子一個地方 如果我的興趣是別人的話 那當然就會面臨一個大的不能 所以這個概念其實叫做 就是多元交織性 就是我們每個人在工作的時候 在學 在社會上的時候 都有一些我們特別進行的部分 但是呢 我們也可能會碰到一些情況 是我們現在是相對弱勢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用我的其他化學別的朋友 在他們的那些領域裡面碰到的 而我可能沒有感受到的這些情況 但是我能夠去碰到他們 因為我其實有類似的這個性別性質 那這樣的情況下 當我自己在比較強勢的 我們要成立社會領域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去想像說 但是我如果現在這個領域 變成他們的那個領域的狀況的話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去研究 就是去讓他們更有能力去發生的那個 對 就是運用我在強勢的這些技術 這些能力等等 但是去幫我能夠統一的這些弱勢的朋友們 去發生 那這個在台灣也是這樣 就是說就是發生肺炎權等等 這些最近的運動 大概都是把之前的婦女權力的運動 或者是勞工權力的運動 或者等等這些運動的這些經驗 都會走之後 然後用到一個新的這個領域上面 那這個中間就叫做 或者是勞工權力的 就是大家互相團結 互相連結 我想這個是特別重要的 只要覺得說自己不孤單 那大概怎麼樣的困難都可以找到 之前解決過 可能在不同的領域解決過 等他解決的方法 可以用在你身邊等 這樣子一些問題 有1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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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讚喔 想要我突破學校的網站 有哪些漏洞 因為上次有問題 像是登不進去 這個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好 那當然我們現在可以 就是直接對這個 學校網站做一下 有一點掃描 但是就是說 第一個說這個滿花時間 大概Schooling掃描完之後 給我們演講幾點再說 那第二個是說 其實就是資安這件事情 不是只是因為 把我們講的有漏洞 當然就是有問題 能不進去 那個是所謂的可用性 可用性的意思就是說 然後比方說有非常多人 對於能吃三 很好吃的小吃 那你其實都看不到 那這個確實是自然的一環 那但是 而且這確實是 包括講漏洞的一個 就是平線 那但是還有一些別的 我們想說它的機密性 就是 別人不應該看到的資料 應該可以透過一些方法去看到 那當然還有很多別的 資產上面的情況 那所以登不進去 你只要問說 是因為一大堆人在用 所以登不進去 還是因為什麼其他的原因 登不進去 那這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去問管理這個 學校的網站的朋友 說它從它的後台 都不得來進去 如果它的後台也登不進去 那這個網站 就是正在發生攻擊 那確實 如果學資安的話 就可以有所貢獻 那如果它登得進去 只有你登不進去的話 那可能是往下功能的問題 大概在裡面 資安也沒有什麼關係 那所以我想這個就是 你要先做一個 我們叫Triarch 就是減傷分類的 這樣一個態度 所以其實這個概念 在資安的領域 就叫做Curple Timing Curple Timing就是 就是所謂的子 對 我做法 什麼叫Curple Timing呢 Curple Timing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資安上面 大概就是發生的事情 然後就像這個 這個瓢草一樣 就是 不是不會遭受資安領域 是遭受的時候 就像避震 然後太空 它在這樣來的時候 你能夠很快的去回復 那這個就是 作為防守 就是我們叫做藍隊 在資安上面 要做的事情 那 然後在紅隊的攻擊底下 它還是必須要能夠持續的營運 那但是呢 甚至是 積極的去找到 到底是誰在突然跟從這個大 那但是呢 像這個紅隊的藍隊 其實 紅隊它 有分析兩種 一種是不請自來的 但是另外一種是年輕來的 那這個就是動作白貓駭客 白貓駭客 白貓駭客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能力很強 它也可以公布你的系統 但它公布之後 會跟你講 你怎麼公布的 而且呢 會跟你一起來進行討論 然後來告訴你說 它的思路是怎麼樣 那你越能夠知道 白貓駭客的思路怎麼樣 像白貓駭客 就是那些 比較自私的駭客 要來攻擊你之前 你就可以先去想說 那現在我看到的這些 徵兆這些情況 到底是不是因為 有自然消滅的威脅 還是其實是我設定不良的 這樣子的話 來對這邊就可以學到 對這邊的思維 然後就可以去積極的去進行看學 所以 如果你對這個 你的學校的文章有興趣 而且對自然工程有興趣的話 當然網路上有很多 就是落點掃描等等 職業教程 歡迎大家採用 我們現在教育部 也有一個自然的學習資源網 這些都是給自學的 但是當你自學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請邀請跟你們學校的 就是負責你們的網站 諮詢中心的朋友們 就是有這個 Purple teaming的關係 就是說 如果他覺得說 你去多落點掃描 找到的時候 都不要互談的話 那基本上看就是管房子 那些人吧 但是如果你找到了 你去多落點 或是你覺得可能 這是多落點 你願意去跟那樣討論的話 那這樣的話 他就會追蹤一下 最好的夥伴 就不是國際關係 就是夥伴關係 那這樣子的概念 我覺得是現在 你現在做的 很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在做一個 大的政策 或者是一個大的 公共服務 比方說 剛剛這樣自家車 在沙輪 或自家車的實驗場 那這樣子的一種 現在服務的時候 我們會先請這些人 來打六個月 或者打三個月 而且還是大家 然後還有獎金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讓他們告訴我們 到底 寫了一個落點在哪裡 所以 如果你對社會有興趣 的話請跟你們的 資訊中心聯絡 那因為今天 我們收到的訊息 是會來演講 不是來做生活測試 所以 要做生活測試 的話 我們要另外一個時間 那 那 有十五位朋友們問說 未來有什麼樣子的 新興的詳諜 會不會 幫我探加到一個問題 我想 大家可能現在都有 經過AI 就是 所謂的 人工智慧 但是 到底人工智慧 它的原理 或者是它的 概念是什麼 這個 都是 非常多人可以研究 所以它一直都在 流行的 大家可以想像 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說 人工智慧就是一個 機器學 就是 大家只要 能夠 在旁邊 去觀察 大家到底在做哪些事情 然後這些事情 有一定的結構 在資訊科學上 叫做 就是它的 輸入的結構 它的輸出的結構很簡單 它中間這個處理層 只是 快慢的差別 正確率的差別 它比較沒有創意 沒有人的創造性 跟人生經驗五官 應該這樣講 那這個就是 叫做 Tribal的工作 那這些Tribal的工作 我學的意思 好比像說 像他們這台水公司 在我們每年的一個活動 叫總統 Presidential Head of the Town 有三個活動 那在去年 他們提了這樣子 一個game 這些是所謂的檢漏員 是檢測漏水的朋友 那它帶著 就很像聽證器 這樣子的器械 那他們當時是挑基隆 整個小區 那這個小區裡面 檢漏員每天 就是在聽這些水管 有沒有漏水 大部分都沒有漏水 那好人有聽到漏水 它的創意才能夠 做創意 因為它要解決 這個漏水 在聽到沒有漏水 這件事情上 資深的資深的 等等檢漏員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只有速度的差別而已 所以它的 input就是漏水的聲音 它的水管的聲音 它的 output就是有漏水 沒有漏水 它的中間只差在正確率跟速度 那這個就是我們Tribune的定義 在基隆當時 從一個地方有漏水 到它對這些巡迴的檢漏 我們聽到 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可能漏水已經漏了很久 那它才會被發現 所以他們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那我們就引入 叫做 就是 我都把它叫做 入住室智慧 assist 那就是機器學徒 就是這些老師傅們 在 為什麼老師傅們 比較多些年輕人 不太想做這個工作 所以就是這些老師傅們 平均比較老師傅們 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是請一些 機器學徒的工程師 去跟著他們 去看他們到底需要 什麼樣的因素 做出來的 然後就發現 有季節 天氣 然後這些東西 那主要是睡眠 跟睡眠不良 所以呢 他們就把這些放到 一個機器學徒的演算法裡面 然後機器做出了這個系統 叫搶救水爆爆 在這個期望 就是每天師傅 就要一醒來 這個讓你機器 我就會告訴他說 師傅 我知道你現在在這邊 你附近的這三個點 是有可能漏水的 那所以 你要不要先去看這個 看這個 看這個路程比較近 那機器學徒 學了這三個月 因為東北 這三個月 這三個月 程度準確率大概有到 七十趟左右 所以他一點多 看三個準確率 其實是他的 那就表示他很有可能 每天就會聽到一些漏水 那當他聽到之後 看那一天就是 要解決這個漏水 所以他的工作 就變得比較有創造力 那這些比較融的這個部分 就是由AI來做的 所以大家從這個歷史 你們就可以發現 未來哪些東西會消失呢 那不是整個產業消失 那是工作裡面 所有融合的部分 都可以自動化 就像大家如果是 以後當老師的話 老師如果你教私責運算 那當然可能有一些考卷 什麼東西的 那考卷的品感 在以前都是用手去改 現在如果你用電腦 於電腦當場就可以改 因為此生意算任何人 來做的不是一樣的 那就算你還能不信用的是 資本的考卷 現在在手機上 有一些人 這樣掃過去就已經改完了 所以這些部分 其實是老師 這工作裡面最重要的部分 沒有老師喜歡做這些事情 他寧可 花時間一屆學生實施的 學習狀況 所以並不是產業 它不像說 教室這個工作消失 而是裡面懂的那個部分 就是做起來 覺得自己像工具員的那個部分消失 那什麼東西會出現呢 就是我剛剛講 那這個就是職務人 存在設置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體驗室 或者叫服務室 叫做很多的名字 再做一個工作 因為你要看這個工作 有什麼事情 有哪些部分可以讓電腦來做 哪些部分現在做的時候 不會出場錯 哪些部分現在做的時候 會要群眾或是要人 再去看法官等等 這個就叫職務人 存在設置 那這個工作是 目前最新興的這個十個工作之一 因為任何的領域 現在都需要咱和朋友 來重新分析它的工作 而不是一味的去說 那哪些這個產業 可以整個被機器人取代 這個大概是一個幻想 所以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這些東西 當它訓練出來之後 其實它們也跨到各種不同的 好比像說 如果你的水壓水流量 就可以預測漏水的話 那當然 好比像說 像天然氣 或者是電 或者是所有其他領域 大概都可以透過類似的方式來偵測 或者是生氣空氣品質這樣 等等 所以你拿一個東西 在某一個領域的應用 處理的方式 把它用到另外一個領域 也就是說去跨於溝通的 最重要的 那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美國的十七項領域發想特標 一共169個具體的指標 就是在2015年 就是全世界取了100萬個願望 那聯合國王這裏面 第一次不互相衝突的 變成169個 然後分成17個大類 這17個大類裡面 大概就是告訴我們說 像我們當時在捷徑選資源 解決的問題 但它有些比較近的 好比像說 比較垃圾 用來解決這個陸地生態 循環經濟等等 那循環經濟也就往經濟這邊走了 那經濟就可以有兩化工作 已經進行成長 然後這個部分呢 又可以再回來優質教育 社會進步等等 就是說透過聯合環境 不要這樣子用 比較三重一線的戰略相反 你可以同時想到 社會的體育跟環境的作用 所以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某一個聯合環境的產業 但其實在那個產業裡面使用 而是能夠那麼快地去想到說 那它對社會 對經濟 對環境的影響是什麼 然後綜合這個影響去做評估 所以接下來會出現的第三個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跨領域溝通 跨領域去把不同的駕駛 去調和到一個共同駕駛的 這種人才 那所以這個呢 其實就是中間的第17項 各個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這個也是現在非常的好 就是現在叫做駕鋼 但是因為接下來駕鋼就是常態了 都會出社會的時候 駕鋼就是常態了 那反而是自己在17項目標裡面 鑽連一項 不管其他16項的 可能會被叫做單槓 那所有其他人都是駕鋼 這樣子一種跨欲的協作的人才 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有一位朋友有一個追問 就是說環境保護跟經濟成長 能夠比較輕重緩急 那我們連結註意出入多少時間 或者有些錯字 沒有問題 對對對 是是是是 如果你只顧經濟成長的話 這個地球就會環境 那其實確實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應該分成兩個方面來回答 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有現有 沒有創新的情況下 確實看起來好像 那就是要在經濟環境中間 去做一個取捨 一變輕 一變重 等等 那但是呢 我們在Join這個 剛剛講到5000人連數的 這個平台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可以去搜集大家各種各種的意見 我們在Join平台之前 有一個叫做 我如果找Join距離裡面就找不到 對 就有一個提案 那這個提案非常有意思 它的提案的人叫做 我愛他像大象害我 那因為我們雖然有手機簡訊認證 但是是允許取自己的名字 所以我們看這個名字 除了知道大象和愛他之外 不知道他是誰 我們可以發現說 就從他提案 那到 他找5000個人通過 其實只花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這其實是非常快的 這種兩個月的臉書來講 這才可以比別的臉書 都快了快一倍的時間來完成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 想要經濟塑膠系統等等 那但是呢 這個名字很厲害 就是說 他在當時 跟一個叫做素質素 這個社群合作 推出了很多 有些有海規 有些是什麼別的動物的這個文宣呢 那所以一下子 就讓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想法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就是這點 我們報告書 就說 我們收到了 這個我們就 會聯繫他 聯繫他之後 我們會做可行性評估 然後就邀請我們所有 這5000位連署的朋友們 前五位報名的朋友 一起來 大家面對面 像剛剛在那種寫出會議 一起來訪問出這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那所以呢 他聯繫提案人 然後我們實際就到了現場 到了現場呢 大家都 就是有一點痴情 但事實上是很開心 因為看到千人瞬間就打成 本來廣告書都覺得說 一定是環境保護團體的大佬 就是我們的大佬們 但是其實這位提案人 摩埃達象大象愛我 當時就是16歲 大西的高中學校 而且這是他的公民課的作業 他的公民老師 就在這個課堂上面 手下有個這個連署品牌 你們請各位同學 做回隨堂練習 想一想說 有沒有什麼訴求 可以在上面集了五千個人呢 然後他就做得很認真 然後就成案了 那所以這位 摩埃達象大象愛我 就是我們的王同學 王同學 後來 因為這個還得了講 學生什麼的同學 在當時就很容易學生 那所以呢 他其實來的時候 他並不是一個 像那個很資深的 方法團體抗議的那種 是一個非常歡樂的 這樣子一個狀態 那這個 就有各種不同的天然來 那因為我們是都會要 聽這個方便 一萬些人的邀請 所以我們也邀了 這些23G的這個製作者來 那當然他們年紀就比較大 可能五六十歲了 那這些朋友們呢 來到現場 那也分享出 在三十年前 他們年輕的時候 剛出社會的時候 為什麼去做年輕財 是因為他們也有社會責任 他們當時呢 也是為了要解決社會問題 他們要解決什麼 去辦目標第三項 就是健康的問題 在當時台灣有一個叫B型肝炎 現在大家也沒有聽過的 這樣子一種 一種東西 那當時是非常的流行 而且呢 也就是很 就是對大家 公共威懾 很有傷害 所以他們就歡迎說 要杜絕這種肝炎的傳染 那就是做這種 一磁性的餐具 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他們就投入這個產業 但是呢 科技是行願意 所以我們現在就發現說 欸 醫療科技 現在B型肝炎已經不是問題了 只要吃一顆要一下子就好了 所以事實上 這就已經沒有那麼大的困難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些美食餐具的問題 因為他一開始做這件事 就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 他們也願意去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 要解決社會問題已經不見了 現在是不是新的問題又冒出來 那所以他們就跟這些朋友們 一起坐下來幾次網頁去想說 怎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年輕人的這個方向的力量 能夠去促使這些美食餐具的朋友們 改變他做的這些材質 那一方面可以透過設計 讓他們不需要一個習慣 但是呢 我們知道珍珠南常 是我們的就是 National identity 就是說 那這個是不能夠輕易放棄的 你認真是奶茶 不用吸管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對 你勢必要有一個新的吸管的材質 對 對用湯匙 非常好 大家都非常的創意 對 那 能夠接受湯匙的 可能就是一部分的朋友 就很多朋友 開始解釋網頁 那他們後來就找到 就是說 你可以用咖啡 咖啡渣 或者是一些 包括甘蔗 咖啡鹽 或者是 甚至是乳紋 或者是一個 Score的那個植文 啊 補強加強等等 就是因為 各種農業 我們可能比較延避 但是現在變成所謂的 料材 讓他們這樣子的 農業的料材 能夠變成 就是更好的一種習慣 那你在製作的過程中 不但不造成 它還反 事實上還可以去減緩 這個探索的釋放 它 要探索的目的等等 那所以當這個 年輕人們都願意去幫忙 這些宣傳的時候 這些都願意去幫忙 這些都願意去幫忙 才有這個動力去轉型 所以到最後 其實他們這個套利 絕對比本來的要高了 那那些轉型沒有很成功的 至少你發現 只習慣 經過一些加工之後 沒有那麼早到 所以無論如何 我要講的是說 這樣子就創造去一種 它有社會 如實的新的產品線 那因為大家都能夠 這五千人都能夠幾次廣益 去想說 什麼樣子的表格 才能夠賣 那所以總結就出現很多 什麼矽膠啊 玻璃啊 什麼各種各樣的材質啊 都就是百萬其放 那在我的情況下 其實環境就變成 經濟發展一動 那我們就有一個 新的產業鏈就又會出現 那這個就是 同時又滿足了 第十二項 最循環經濟的這個要求 所以大概先回拿 這樣子的詮問 好 好 那我再次提醒任何時候 大家可以舉手打斷 就是 不用特別 拉標 看來拉標形 然後也觀察到 一些拉標形的 OK 好 好 那有十六位朋友們說 請問如果不是領導 但是又很想讓團隊更好 那怎麼樣提出意見 不要想想他都不會討人 耶 這個真的是 非常厲害 還可以押韻 好 那 那 我想是也要提出兩件事情 就是說 第一個 讓團隊更豐富的這個想法 是想要讓你的團隊掌握一些 讓他們整個運作給了更好的方法 還是你想要 這個團隊都沒有看到 然後呢 你要求他們 去用一些做法 然後呢 這個做到的就指標 這兩個是很不一樣的 第一個是就是說 然後呢 你把我的情 一般是很美麗 一般是很美麗 就是說 我的角色不是一個 要求的一個角色 我的角色就是 我分享一個 我覺得更好的做法 那你願意改成用 這個 就是不同的習慣材質 那當然很好 那你如果不願意的話 我也不能夠拿你怎麼樣 這是一種情況 那第二種情況 當然就是說 沒有 那我就開始做一些規定 這個規定就是說 如果你今年幾月幾月之後 壞蛋還繼續用這種習慣的話 那對不起 就要花錢了 那就是第二個這個情況 那所以呢 在第一個情況下面 就是我們 一般這個叫做 Nunch 就是有翻成搶推的 有翻成勤推的 都有 Nunch的意思就是說 你讓他自己做決定 可是你給他充足的資訊 讓他做的決定 是對整個團隊都更好的 我舉例 好比像說 像 我先用一個個人的例子 好比像說 如果現在大家都看到說 可以有很多的食物 那這些的食物 有些對身體好 那或者是說 這些食物有的時候 那樣大量的熱量 那就是很好吃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難免就會有可能就是 因為這樣關係 就去吃一些 就是讓自己醒來之後 我們後悔的消夜的這些產品 這個都是很常見的 但是呢 所謂的搶推或勤推 就是去說 那我是不是來推行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食品上面 都自己標示 而且是自己計算 就是會有多少的熱量 多少的卡路里 這樣子你在喝之前 或你在吃之前 尤其是珍奶 你在喝跟吃之前 你可以先看一下 所以這會對就是 就是你的 每天的卡路里攝取 有多少的貢獻 那這樣子的話 每個看到的人 就會稍微停一下 然後想到這個時候 然後就想說 你沒有說 喝到牛杯 真的就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除了連忙之外 但是呢 看的人 他就是有種多的資訊 可以自己做出看 對 所以這個就是 提出理解的一個 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提一些順具體的 而且絕對都是事實的 而且這個事實的意思 不是你認為是事實 而是任何第三方來看 大概都是事實的 這些事情 但你提出 不夠多張 就是這樣子的事實 然後大家看到的時候 就自然會覺得說 對嘛 我們做這個決定之前 是不是要多考慮一些 這種觀念 那這個大概是不會主作 而且大概也很難考驗 因為會考人驗 那個是怎樣感受的 怎麼面呢 你提出來如果都是事實的話 大概就不會去考慮 感受的這個怎麼面 但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真的覺得說 大家的方向是錯的 我們剛剛的情況是 方向並沒有錯 只是你想要它偏偏偏偏偏偏 但你剛剛 剛剛這個體溫 也可以有另外一個詮釋 就是說你的方向是擺著 就是說 正在往對團隊 有害的這個情況 所以現在的問題 不是你怎麼轉方向盤 而是你怎麼踩下車 那怎麼踩下車 就是說你這個團隊 如果再這樣下去 就不行了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情況 就是最容易挑人驗的情況 就是你知道 一出來說 這個爆炸軟體能 爆炸等等等等 大概就是 除非我們有特別 訓練一組開放政府聯絡人 每次看到這種情況 我們就自動在哪裡 然後你會把警察號都略掉 人生公司都拿掉 然後舊事都很適合去回應 不然的話 真的非常容易把人演 因為他就是在說 在家 就是背景先解除了 一年的那個系統 非常爛 爆炸彈等等 這樣 雖然達到的踩上車的作用 但是事實上就是 非常容易被罪人 那所以呢 這個大概 如果你要當這樣子的人 大概有兩個具體建議 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試著用 不是完全 confrontation 就是說 不要去怪人 而是去怪事情的方向 去提出來 就是說大家的方向都反而 但是那不是因為大家很忙碌 也不是因為這個 大家很壞 或者什麼樣東西 而是因為說 某一個外在環境 大家可能沒有認清楚 這個外在環境已經改變了 我只是希望大家倾向勞力的那個快捷 然後去看到說 現在事情已經不同以往 什麼什麼之類之類 好比上說的這個環境垃圾本來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因為什麼什麼原因 所以環境垃圾 這個問題已經到達一個臨界點了 大家本來不知道說 這個塑膠的分解的這個傳播的路徑 現在大家知道的 但總之不要用一種 好像大家錯是因為大家不好 而是大家錯是因為大家沒有了解到一切 就是以前沒有了解到一些事情 那現在大家了解到之後 應該就不是在環境錯了吧 的這樣一個方式 所以它是巧推的一個升級 就是說 巧推是說讓大家看到實際的狀況 自己做出決定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情況 比較像是整個機器 之前都在一個錯誤的假設之下行動 那你現在把這個假設奔向出來 那這個呢比較不會討人厭 但是呢確實需要比較好的 比較多論述的這樣一個能力 所以這是一種 那第二種呢就是 基本上很多方向感給大家的看法 因為第一種其實你的那個 學校的論述講度非常強 並不是每員都做得到的 有其他團體如果99%的人 都是往一個方向 你是聖男的那一怕 你不斷數強度要高過 這99塊裡面 最會斷數的人的總和 這就本來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呢很困難 有時候你就放棄就好 因為硬體吸盡 所以第二個方法呢 其實就是你不要再想 改變別人的想法 你就改變大家的感受 這情況怎麼講 就是說我們在社會創新的中心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當時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社會創新的團體 來這邊許願 大概許了上百個願望 在大家最覺得最有用的 到最後也是最多共識的 就是這個地方一定要有廚房 而且一定要有一個非常棒的廚師 擅長分子料理 然後任何這個食材 只要放到他手上 就會變成這樣非常棒的 讓他吃的東西 那這個的特色就是說 我們每天開到半夜十幾天 那很多人在這邊辦活動 活動的內容 所以過到九點就結束了 那但是那結束之後 不是坐點瘦散 而是大家都往去十大陸 那個廚師叫十大陸 十大陸的那個廚房 然後吃了很好吃的東西 那廚房又是大家公用的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自己帶一些原料 自己來這邊煮 自己來這邊分享食材等等等等 那這個就當然有意思 就是說好比方說你的意見 跟這個房間裡面的所有事情 他們都不一樣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你不去睡睡 這是你的端出一部 非常非常好吃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對你的這個意見的態度 就會突然之間比較容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如果聽到一個新的概念 社會創始都是新的概念 是在一個就是下大雨 然後又很冷 然後大家都是非常非常 是個不舒服的情況下 那當然大家說不定 就開始群其而公之 你的概念還沒有完整的講完 然後再來就已經就是 人家這樣就跑了 然後就是對於就是很難不定 但是呢 如果現在是在這樣子的環境 非常有利用 然後打光也很好 光線也很棒 然後呢也沒有淋雨的問題 而且東西真的很好吃 就是不只放生下還是很創新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至少願意跟你一起吃東西 那在一起吃東西的時候 你的這個想法 雖然大家還是不同意 而且很可能不滿意 但是至少他們會把他們 不滿意的部分 不同意的部分 願意跟你分享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可能還要忘記 你的這個想法 你的不同意見 但是當你跟他們說 下個禮拜同意時間 同意地方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吃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去你的 論點最近忘記了 但是他們會記得 所有東西很好吃 下個禮拜 你來這邊還有東西可以吃 那這個就是 我們當年叫做 社區總體營造 最重要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不管是草麵粉也好 什麼草麵線也好 什麼什麼東西也好 你只要願意把地方的這些 都要對你做社區營造 這些朋友們 去到同一個地方 一起吃東西 只要這樣子吃一年 不管他們有再多的 對你一開始的懷疑 不滿 什麼什麼之類 至少他們願意跟你分享 那等到他們跟你分享的時候 你就可以出手 因為其實 你知道 就是你們本來的方向 不管是不是對的 我這個方向 一起成立的 他們就會覺得說 背後吃了很多好吃的東西 那這個 可是來幫你放一下吧 當他開始願意放一點點 花五分鐘 花十分鐘 花一小時 花一遍 來開始幫你想 即使是想你的想法的 LOGO的時候 他就比較是用一種 他跟你站在同一遍 或者他站在同一遍 從他角度來看 的這個狀態去想事情 所以我們在做 團體動力的時候 我覺得根本主要就是說 你要有站在每一遍的能量 就算你覺得所有其他的人都是錯的 你也要能夠從他們的理想 來樂趣 他們你覺得是錯的 的那個論點 那這個情況下 你去分享好吃的東西 去分享好喝的 去做一些有意思的活動 等等的這種時候 那慢慢的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真的了解他的看法 但他也是很多好吃的東西 那是不是到底就會花開 也要花一點時間 來瞭解你的看法呢 那這個時候你就成功了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的論述能力 非常強 那當然你還是可以用 揭露一個網點的這個辦法來做 但是如果你的論述能力 沒有強到那個程度的話 那我的推薦就是說 先改變大家的感受 先不要急著改變大家的形象 那我們再來再處理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稍微接受一下 有誰有他們問說 根據研究報告 未來工作 就是一世紀工作的學學項目 指出現在學生 未來將同事的工作項目 那個報告 WF的網絡作為工作項目 有65%現在還不存在 如果只是成立 假設只是成立 認為今年如何培養自己 成為未來需要的人才 政府跟教育單位 又應該入圍為一圍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去預測 12年之後 到底不管學科 哪些學科會症病 哪些學科會消失 哪些新的學科會出現 那如果學科都是這樣子 當然它的應用 就是它的工作項目 上來都是這樣 這個是沒有錯的 但是呢 我想要講的 就是說 本來學習就是這樣的一件事情 中生學習者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每一個世界有變化的時候 你就開始問說 那這個變化接下來會怎麼樣 你如果參與這個未來的創造 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變化 然後你想說 欸對啊 我本來想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變化 就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或更不同的方法來做 這個的話 那等於未來過過年 來到這個世界上 那這個時候 不管你認為有新的變化出現 對你來講說不定 都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因為就好像剛剛講 吃到不同口味的 這個炒泥粉兒等等 那但是 如果是無視中生學習者的態度 而是說 哪個新的變化來了 就是去把這個變化 跟你已經背熟的標準答案 去做對照 那你發現連背熟標準答案 已經是不對了 那就變成有人等等 那當然 這個就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覺得有沒有標準答案 覺得有沒有 想用放駐四海而接準的 就是objective truth 就是說 不管科學怎麼發展 總是真的的一些事情 那這個就比較像是一種 prepature optimization 就是太早跳到結論 然後太早到那個結論 覺得是幾可一律 那這個東西 在我們以前的 就是 解研以前 大家可能都不記得 我可能記得 我可能記得 我小時候是解研 解研以前的教育 這個是正常的情況 就是說 有所有的標準答案 老師是標準答案的尊重者 那你的答案 就算比老師的好 比老師的心 比老師的 能夠符合這個變化中的世界 但是呢 你還是0分 老師還是100分 所以這個就是當年的這個教育 那當然我們現在的教育 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從究竟課綱到現在立法課綱 大家在學習的都不是說 要怎麼樣在一時之間 有一個標準答案 而是說 怎麼樣在狀況變化的時候 能夠去問這個狀況 跟這個狀況相處 然後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 未來所需要的人才 我們之前 在究竟課綱的時候 不好意思 雖然已經有這樣子的傾向 但是究竟課綱 有一個困難 就是當時 在 Pore Competency 這個英文詞的處理上面 當時在 很多不同的領域 Pore Competency 這個字 好像說 核心智能 核心能力 等等 但是呢 在我們諮詢科學上 就是把它翻錯了 當然把它翻成 核心競爭力 那競爭力 其實英文是 融派這個意思 意思是你去 比賽的時候 有一個跑道 每個人跑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這個叫做競爭力 那但是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 機制國手 其實那一位 噴漆的國手 他大部分時間 噴漆的時候 是沒有人在跟他比賽的 可能四年只有一次 就是他跑去俄羅斯去比賽的 那一刻 他開始有競爭力 競爭力是三個字 才有意義 絕大部分時候 競爭力是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因為十年之前 把核心素養 核心智能 跟核心競爭力 變成是說 競爭力同時在描述 內在的能力 跟外在的表現 那所以就變成是說 好像大家都 不能輸在情報點上 然後大家都 必須要做一種 線性的這種競爭 所以在利蠻課中 我們就特別拿來 擔心核心素養 讓它跟競爭力脫鉤 而且我們就想到 這樣一種概念 就是說 老師的作用 就是幫助大家 找到自己在意的問題 當你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或是想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好像一轉身 別人還在跑同樣的軌道 你就跑自己的軌道 那你跑這個自己玩 這就叫自發 你跑自己的軌道的時候 你就贏在情報點上 因為沒有人跑那個地方 對 那時候兵贏就逼贏 那然後呢 你跑那個軌道的時候 你就會跑到 從不同地方出發 但是也想解決不同的問題 好不像說幾個年前的朋友 那這個就是作為的互動 那但是這個時候 你不是把他們 看作是工具 或工具人 而是把他們看作是 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想法 那但是每個人 都可以去 用別人的文化的角度 來看自己的話 所謂的transculturalism 那這樣子的一種 文化的這種素養 那到最後就叫做共和 就是說 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出一個 對大家都好的 新的文化出現 所以這個新的東西 只要不要被競爭第三個字綁住 我覺得現在 整個的教育單位 就是非常能力去因應的 我們需要的並不是 什麼學習性的因應方法 我們是把舊的那一塊 搶掉個人競爭區的東西 完全把它拋棄掉 拋棄掉之後 我想大家自然就可以找出 放得下這條法 好 那As promised 我們就暫時休息一下 現在是3點03分 那我們看是不是休息到15分 那可以到15分 那我們就15分再回來這邊 那在這12分鐘都很歡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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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覺得自己比較不需要 或說後面他會講出一些 就是像是面對不太可能敢講出來的這些話 那當然看的時候 那明星也會不高興 所以要同樣的處理 那所以我就先回答這一個問題 不過這一個問題 跟目前第一名的這個非常關聯 所以也不能說是完全誤會 就是說我們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大部分的 在你看到這個不舒服的文字 或者看到不舒服的什麼之類的 他都是建立在一個概念 叫做先例上面的重生作用 就是psychological suggestion 簡單來講就是鬧骨 那就是說 就是換文章對號入座 都都有可能 就是說如果有人說就是 就是有些人啊 什麼什麼樣的話 就是罵得很窮 那如果你自己沒有類似的經驗 或者你不覺得自己會做那樣的事情 可能你看到就卷掉了 根本不會覺得自己很快 但是如果很不信你 你對自己的定位裡面 就包含這樣子一些詞句的話 那就會非常神奇 那而且看到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是對個人的這種風景 所以要先了解到就是說 其實對你的先例造成干擾的那個部分 是你自己比較上去的 而不是這些字 它本來就存在的 這是一件事 那這個甚至是包含指名道詞 因為現在很多知道在網路上面 我的名字不但是名詞 而且還被當作動詞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是 那就是 就是如果有人覺得說 欸 自己的那個 可能帳號啊 不小心被 被 在屁體上被水封啊 或者是說在某個地方 就是還因為 這個發言 這個是仇恨 或其實言論啊 這個被對決定權啊 或什麼啊 常常都會說 我被傳統 這樣子啊 但是 就是啊 你怎麼說變成動詞也是不容易 是 沒有跟這個護手一樣的聽過 例外啊 就是名詞被動詞的話 對 那但是這個就是 我現在笑笑的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真的看到的時候 沒有什麼過往的感覺 那但是 對大部分人來講 這個是很困難的 因為它已經成道性了 它是已經 原明在一起 而且當地下就是 你的這個情況下 去寫這些事 去批評 這個時候也還要裝成 是自己頭皮 好像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我可以就是 完全單人處置 而且就是 如果有記者上記者上問 為什麼我以阿田名字變成動詞 有什麼看法啊 我以為 然後這個是提醒大家說 台灣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很願意 貢獻出我的名字 然後來提醒大家 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之類的 對 那為什麼我可以 就是這麼順暢的回答這個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有一個習慣 叫做精神按摩 那精神按摩是 這樣一個概念 就是說 就是說我當時 上加入聖經院的時候 有另外一位政務委員 就跟我的 最後的同事 他正在被主徵 就是他的臉書 現在 他沒有上千則留言 大家都是指定到現在罵他的 對 我已經忘記什麼事情了 但同時他正在被主徵 對 那他就是說 他都把它看作是精神按摩 那精神按摩呢 他解釋 就是 好像說你去按摩 就是指壓 就會有些痛點 別的地方按 你就會覺得很 沒有什麼問題 就按摩 但是某些特定的地方 你按照就會覺得很痛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痛點 就是你在 就是身體裡面 有一些壓力 有一些沒有放鬆的地方 所以就是按摩 按到那邊的時候 你會怎麼一跳起來 但是你去按摩的時候呢 當然不是就 就是 走人 或者是就 開始在那邊跟按摩師叫小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去按摩的時候 你一定是說 那你就繼續有那個地方 就是在那邊痛 然後 他可能就是 稍微放一些 這個就是 放緩一些手機 但是會很努力的 就是按摩那邊 那等到我把它鬆開了的時候 你有沒有在那邊會不會痛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來解釋 那所以到底怎麼樣 才能說 我把它鬆開 每個人的做法不一樣 那我就請教我的做法 我做法是說 有的時候 我看到網路上面 我真的只沒要緊緊 那我真的 有一些比較 看入住的一些詞句 我只要看到 然後我覺得說 我心裡可出入門 那就表示說 我精神方面 有一些痛苦 那這些痛苦 那這些痛苦呢 很可能是很自然的 就是大家在 就是工作上 或者在中小成長中 就是用這種詞 去來罵人 或來侮辱人 所以看到了 會不舒服這個時間是長期 這並不是說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呢 我還想當作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當作說 我看到這些詞句 會不舒服 就是我心裡的一個痛點 然後呢 因為這是一個視覺刺激嘛 在網路上大概都是視覺刺激 為著圖片啊 文字啊 那所以 我就會去找一個 非視覺 非理念的一個刺激 實際上我取三 很少取三啊 取二 很快就可以做出一個 也沒有很多種口味 那或者是說 我會去放音樂 我就會去放一個 我沒有聽過的音樂 這邊很容易 因為現在有很多種 所以我就是一面 只能聽很好 體驗音樂 而且我沒有聽過 然後所以蠻好的 而且我沒有喝過的 然後呢 一面慢慢的來看 這樣子的螢幕上 這樣一個錄片 或者這樣子一個文字 然後那些東西 那所以呢 我覺得不會去做一個 負面的反應 因為我不管去做一個 調避反應 就是我就 觀點啦 我甚至可見啦 或者是我做一個 對媽的一個反應 這個以後 在我的想法機裡面 就會智慧有些 更不好的影響 但是每天我跟他相處 我也不急著 要寫什麼論書 來回應他都回不起 然後呢 我就聽語言 然後就知道 然後慢慢的呢 就那些文字呢 寫一些影響的名字 慢慢代表 然後呢 我找裡面唯一有建設性的部分 哪些有建設性 我又很專注地 揮那個有建設性的部分 好像他 所有的那些女主持人 的攻擊無辱 我都沒有看到 那這一方面 對他有一個叫化作用 就是說 旁邊的人都會知道說 你這樣子的這東西 對方會有一點影響 沒有 你只有有真實的經驗 的分享啊 貢獻啊 這樣我才會回應你這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對我自己 有療癒的作用 我只要那一天晚上 是時候睡得到 半個小時 那我醒來之後 所以那個字詞 或那個圖片 就有一個新的長期記憶 我下次再看到那個 字詞或圖片的時候 我想到的就是 那一段樂章 我想到就是 那一個很好喝的 茶的味道 就是說 他在腦裡面就把我的 這個Source H 就是長期的聯想 置換掉 那置換掉了之後呢 欸 我以後再看到 完全一樣的事情 說啊 帳號被調控啊 什麼之類的啊 我就 我也是笑笑的 就是 我就會發現說 那我對他的那個 就是我的 情感的影響 變成正常的 那這樣子的話 到現在幾乎 已經沒有什麼 自我看到會有 互相的感覺了 就是 因為中文章 其實是說 那所以 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 除非你用一些很奇怪的 音訊字 那我真的就錯了 只要他還欣賞用字 那大概我現在看到 都是一些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很具體的 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 讓對方理解到說 所有這些仕途 要讓你 就是造成不舒服的感覺 這些東西 都沒有用 那他要找到這些 其實也是要花時間的 那 到最後就好像說 如果是垃圾郵件 詐騙郵件 他還一直記 發現都畫面 垃圾郵件資料夾 你根本就不花時間 看他的畫 那慢慢的也會 開始改變他的做法 改變他的戰術啊 等等 那這個當然有 這個一些 在經典款 像《韓山市》的路 我們都已經寫過了 我就不在這邊背書 但是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能夠把你內心的 投射的那一個部分 處理的話 那就是 就是《韓山市》的路 那一種方法 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又可以帶來 你這個合到很多 就是新的場 跟這個 聽到很多新的音樂 所以大概是 對這位 有人去搜尋看看 那電影 就是在裡面 他們說 反對是利用 我們 像我們遊覽的習慣 或者是社群網站上面 根據我們的習慣 然後顯示出我們 其他的東西 那面對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很多都喜歡看錄劇 或者是大陸的東西 結果 那我們要怎麼去訪判說 我們被 因為在追求自己 其他東西上面的時候 慢慢的也被深厚 或者是影響 我現在自想上的 就是 本身被影響的意象之類的 我先確認一下我頻道 因為這有兩個字面 一個是說 按照你的瀏覽的軌跡 去預測你的品味 然後可能會 因為這樣的關係 收到一些 專門針對你的品味的 這樣子一些 資訊操縱 那另外一個是說 即使你要記錄你的軌跡 經常看特定的來源 那可能在文化上面 會產生一些影響 產生一些認同化 這兩個不同 但是當然相關 先確認一下 前面的這個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確實是這樣 如果 就是 你在 你看任何東西的過程裡面 你所 用的那個品牌 它的主要的收入來源 不是你的話 那很可能 它的主要收入來源 就是把你的軌跡 賣給你 就是 對這個叫做出家的人 這個是 確實是這樣 這個叫做監控式資本主義 或者 那 當然 有一些品牌 不是這樣子的 好比 像說 舉例來講 我 聽音樂用的是 Apple Music 或者之前 Spotify 那 Spotify現在狀況是沒有 我知道的 但是至少我知道 Apple Music 它基本上就是 每個月收入的樂費 就是訂閱還簽 那 那 它組為那些 就是創作者 就是做一個原本的影片 那 我在聽的時候 就一直聽到廣告 事實上 連廣告會在那裡出現 我都不知道 那整個畫面 就沒有廣告的空間嗎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 大概可以 同意說 它並沒有一個優勢 它並沒有一個誘引 去把我的這種個人資料 再賣給那些會 收穫個人資料 並且距離增加 我這些朋友 因為 Apple Music 它的這種 連算法 它並沒有什麼別的收入來源 它的收入來源是靠著 我不斷的服務員 背給它 所以我一旦覺得說 我的最佳利益 可能要被它 滿足 或者說我懷疑它 可能把資料提供給別人用的時候 只要大家都開始懷疑 大家就不會再附近給它 所以 從整個服務體驗 這個角度來看 它並沒有動機 去設計出這種 讓我們的椅子 受到侵害 的這樣子一種事情 因為一旦爆發出來的話 它就會退訂 所以 基本上這跟媒體一樣 如果你訂的這個媒體 是靠大家的捐款 或者是定期訂的捐款 來做的 那它主要都是賣廣告 那它的要 就是負責的對象 就是這些出現的人 只有在看的人 跟出現的人 是兩族人的時候 他才會有 你剛剛講的 這樣子一種動機 所以一個很明確的建議就是說 可以多去找一些 它不是 完全為了廣告商 而存在的媒體 而最好是 它完全不是為了廣告商 而存在的媒體 那這些媒體就比較 沒可能 英文明的這個危機 去做別的事情 那當然 這是一個一般論 實際上 你還是需要看 就是各種各樣的分析 研究報告 來確保這個平台 是真的有 就是對你 對你是重視的 這就有點像是 你如果找一個 會計師 或者一個律師 或者一個醫生 或者一個心理師 等等 你會告訴會計 關於很多人的事情嗎 那前提就是 建立在它 會告訴別人上面 不然的話 你就不會 因為這就不是一個心托關係 所以這個心托關係 的確保 是不斷你要去行使你的 然後各自他的權力 去要求他解釋說 因為我昨天的面子要 他現在是 有沒有給別人做目的外的使用啊 怎麼樣更新啊 怎麼樣複製啊 目的解除 這會不能刪除 等等 那這個就像 你的律師 或者醫師的關係一樣 時間越長 你就越信任它 那時間 在不然的時候 就不要告訴它 那麼多點的可能資料 大概就是 第一部分的回答 第二部分 就是如果長期去看 大陸的作品 那不要看那個大陸 你嘗試看歐洲大陸的作品 就在歐洲大陸 那你嘗試看 你嘗試看歐洲大陸的作品 你嘗試看歐洲大陸的作品 嘗試看歐洲大陸的作品 你嘗試看歐洲大陸的作品 對 那我的意思是 本來就是這樣子 我們是 就是 台灣豬島 就是 一個非常國際化 連線兩度的一個地方 對 那所以說 當你接觸哪一個大陸 多一點 你就會越傾向那個大陸的文化 也可能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 接下來可能就是 幾千萬年都是這樣子 直到這些大陸的重新在 變成一個新韓國大陸的 好 這是一段很長時間 好 那所以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就是說 就是 不要不要偏向 如果我們所謂傳統 的一個事情 就是 就是 跨文化 我們 我們台灣的故情 就是說 你不管哪一個大陸 我剛剛講那一個大陸 當然包含什麼大陸 但每個大陸的文化 那在這邊都有很猛的發展 那如果你 不偏使 然後去 在這些各種文化裡面看 當然也包含我們 自己分開一個 好像說南島的 原住民族的各個文化人的 那個雖然不是大陸 但是是大陸的地方 就是 西蘭都是一樣的 所以不管是 海洋民族的文化 各種非常不同的文化 你接觸的越多 越不會被 特定的文化那個 觀念綁住 但是如果 就是 被特定文化的 觀念綁住的話 往往就會去 被影響的部分 就不是裡面的 有文化的部分 有文明的部分 因為那個部分 很多是人類共同的 至少是可以彼此了解 但是裡面一些 比較奸基的 比較意識形態的 比較是覺得說 只有這樣子想的人 才是人情 那都不會當然 咱們講的這個部分 那到這個部分 就相當的危險 那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 用於文化文化的態度 那多幾個大陸 越看越多越好 那當然 火星上面還有很多 別的大陸 這個可能 在十幾年前 就可以再去那邊 建立一些文化 那先做 好 那看大家有沒有其他 沒有的話 我們結果可塞 好 那 有14位朋友問說 選舉就快到了 沒錯 假新聞的議題 你用不出來的概念 下面一個資訊專家 可以說大概如何分辨 中文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 假新聞這三個字 它有三個 不同別的定義 五個節奏 都可以用假新聞這三個字 它其實可以用來形容 所謂的 Disinformation 就是它明明不是新聞的東西 它補充成新聞 它也可以用來形容 misinformation 就是它是新聞工作者的搶物 但是它不小心報導錯的 它也可以用來形容 mult information 就是它是新聞 而且它的內容也是對的 但是呢 它被張官李戴 2016年的一件事情講成 在2019年被重新使用 好像它是當發生的事情 那就是作為 所謂武器化的使用 這個惡意的事情 那所以 不管是哪一種 因爲 承論文字 跟Nims 我們這邊都擔心 所以就是 都可以用假新聞來形容 那包含標題殺人啊 等等 大家多得這個樣態啊 那所以 我們自己在寫信念 就不用這個字 因為不是說這個字 是什麼 這個 了不起的 就是 造成論述上面的 了不起的困難 而是說 我們每次用假新聞的時候 我們都要先左光號寫 給你們右光 然後確保說 我們在講這個假新聞 這三個字 哪一個意思 就是很累的一件事 所以後來我們就不使用這三個中文字 那我們用的大概就是 假訊息 大家看到的大概就是 假訊息危害 這個是我們現在使用的字 那假訊息 英文Disinformation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明確的 法語上面的定義 叫做 不以虛假危害 就是說 它必須要是不以的 它必須內容不實 而且它必須要是 故意造成 對大眾的 包含 對於 我們就像說 在流行病發作的時候 對於大家的身體 或在選舉的時候 對於公共利益的 或等等的這種 對於一個大規模的社會的危害 而不是只對這個人 淋慾的危害 那個不是叫做 Disinformation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法律定義我覺得很有幫助 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分辨說 某些東西它也許不是故意的 那就只是搞錯而已 或者說它根本就沒有危害 因為它是褲子 它是一個搞笑 那或者是說 它本來就是真的 只是讓人不舒服的一個真相 那就是很好的性能工作 那這三種不同的情況 大概都不會叫做 Disinformation 這三個同事滿足的 才會叫做 Disinformation 這第一個要講的 那第二個就是問說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一個訊息 我要怎麼樣知道 它是不是Disinformation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每一個不同的管轄領域 有不同的解決方式 那有一個國際的主持 就是Disinformation 它是去找說 在這種所謂的假訊息危害 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每一個不同的主持人的管轄領域 是怎麼樣做出這件事情的處理 你就發現說 在亞洲 大家常常都去稱呼的捷徑 就是去讓行政權 讓行政部可以判斷 什麼東西是真的或假的 然後呢 讓新聞記者或者媒體的地位 相對於一個部長下降 那就好比想說 部長可以要求媒體 去受盡他的措施 或者是去下降 或者是說 你的這個部長 可以想辦法去說 他的東西是真的 所以要求所有的媒體聯播等等 所有這些大概都是 行政權去侵蝕 第四權 就是侵蝕媒體權 的這個情況 所以按照目前 因為它是不斷普通更新 就是目前這一秒的 這個Civics Monitor 在整個亞洲地區 甚至一路到非洲 在完全開放 就是我們完全沒有做這件事情 這個記者的地位 跟部長是一樣的 基本上只有台灣 然後如果整個 亞太的話 那就還有跟西蘭 那所有其他地方 都莫多莫少的 做了一些 就是讓 簡單的來講 就是去讓新聞自由 稍微一些減損 那當然就有一些地方是 壯災區 我也會特別點名 所以 我就是說 不是說 我們當然還沒有 就是 輪陷到變成 壯災區的那個狀態 那就是 就是 為什麼我們可以 有一定的 提起說 我們不需要去 靠行政權 來侵蝕媒體權 就可以讓每一個人 能夠去了解到 就是所謂 媒體試圖的 這樣子一個能力呢 那就是因為 我們其實已經 超越了媒體試圖的狀態 在台灣 官品是人權 意思就是說 任何地方 都應該要有官品 那 任何地方 大家的視局也好 網線也好 Mable也好 微信也好 至少要有一個地方 能夠做到 10個Mbps 那如果任何地方 它沒有任何一個 官品接取到 網際網路的方式 那就是我的錯 所以 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 98%以上的這個區域 都已經有 剛剛講這個官品 不管它是偏向 離島 甚至玉山的山頂 玉山北風 快要四千公尺 都還是有 四九九十道道的 4G連線 可以使用 這個是非常 罕見的一個情況 所以 在其他的國家 他們講的都是 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月經者 因為在台灣南邊 頻繁是不對稱的 很多人都可以看廣告 可以看電視 但是呢 比較少人 可以變成直播主 但是在台灣呢 每一個人 每一秒鐘 只要打開手機 你不需要做 額外的連線 因為知道的關係 都可以是直播主 所以就是說 台灣是一個非常適合 變成YouTube的人的地方 就是這個原因 那所以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做法 就是媒體素養 就不只是媒體制度了 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你看 或者聽的時候 而是你自己 作為一個傳播者 自己作為一個再傳播者 你自己就是 你自己的電台 簡單來講 在這個情況下 你要怎麼樣去奉獻 讓大家能夠更知道說 一件事情 從你的角度開始 怎麼樣 大家像拼拼圖一樣 一起把這個倦景 拼起來 這樣子越多參與的話 你就越知道這個脈絡 越知道這個脈絡的話 就越不容易被片面的訊息 所無難 就是所移到 所帶方向 那所以 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民間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計劃 就是大家都可以來參與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 作為一個自媒體這個力量 然後呢 即時地去聽他們在正面發表會 辯論到底講了什麼東西 然後呢 即時地去把它拆成這個 一個的議題 然後呢 即時地去做事實的查證 然後呢 即時地去計算 這個大家的分數怎麼樣 好 那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我們像說 這個蔡英文總統候選人 他說這個是大橋 就是日本的交友協會 的這個會長 已經認了14次來訪 台灣 等等 那這個就是錯的 因為大橋光復至少 已經來19次了 或是來14次而已 那所以任何鄉民 就是任何有這個媒體 傳播力量 都可以自己 繞著這個去進行查證 然後查證完之後呢 就可以在這邊去分享 他的這個訊息 那或者像我們這個 宋徐候選人 這個認為說 這個國民黨清查黨產 這個互聯會 明明交出了370億 但是其實目前是停止執行的 所以還沒有真的交出來 所以他目前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位我就不花時間在他身上 總是會 不花時間 用自己看就好 不然講完那個就像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我來說 就是用這個 不管是他和諧各單位的資源 或者是參與了這些 對象的媒體 即時的 他們在上面 結論的時候 每一個發揮自己 傳播者的角色 即時的去話這樣子 就是每句話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把它貢獻出來 而且大家都 在上面有break 就是你可以看到 很多網友 有些人的網民都 就是蠻奇怪的 就是有很多 這個阿飄語在這邊 什麼發現蔡總統的影片 聽起來都很斯文的阿飄語 聽到韓國語正常說話 激動落淚的阿飄語 被造勢聲音嚇到的阿飄語 等等等等 這些朋友 對 就是說 我意思說 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這樣子的集體的視察 然後大家 視察的工作 然後比如說在line上面 他們有一個訊息查證的平台 所以呢 每天他都會統計說 大概大家多少人 次去長按一個訊息 把它回報給他 說這個東西 它是不實行詞 那或者甚至可能是 故意造成危害的假訊息 那當然 很多人可以檢舉 不明見 所以說 中尋高訊息 是不會沒有那麼多 但是呢 這些參與查核的 志願者們 就會及時地去澄清 所以呢 下的這個 非常多啊 這個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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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馬街醫院 什麼千萬不要吃生育片啊 什麼 其實大部分跟政治沒有關係啊 都是食品安全 因為大家都 不希望自己的這個 情況好友成立不好啊 等等 但是這個就會變成 馬街醫院已經 甚至有一陣子 幫他們首頁 說他們沒有這樣講的東西啊 都會不斷地在 亂想 然後開始傳播 那這個時候 就是靠就是 所有我們的參與 時事場合的 同用量 包含 針對這樣的社群啊 麥可佩 人不就吐死啊 台灣時事場合的中心啊 等等 那這裡面 特別我要講 台灣時事場合的中心 因為它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 媒體素養的一個 教育資源 簡單來講 它不是幫你查詢 是真的還是假的而已 它是教你怎麼樣去查詢 所以呢 在教育部的媒體素養 教育資源網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 就是 它不是教你 作為一個讀者 或約定者 它是教你 怎麼做一個媒體 當你做過你的媒體 真的參與過媒體的產生之後 很多事情 就不會覺得說 都是媒體寫的那樣 因為你知道它 中間的這個 矛錠 礦錠等等的這些效應 可是還有 市場合的中心也是啊 就是每一次 當你看到 每一個訊息 到底是 有什麼樣子的 什麼米酒蒸蒂瓜 可以吃閃到妖 我為什麼不能吃錯東西啊 或者是什麼 之類的 這個牛奶加上地瓜 也就可以治癌症 這個真的是 蠻多 這類的東西啊 然後 非常非常多 對 但是呢就是說 我盡量找一個 大概 比較不會得罪 任何人 然後這裡有 好 那個 我們這樣說 紅燦文章指稱 上一號香港暴露的 酬勞曝光 上一號下請 上一號最多 給了一千萬金 讓他上一號我們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 是他的報道 他不是只是告訴你說 他是假的 他是 一步一步告訴你說 他怎麼達到這樣子的結論 那就是說 這本來是 中央政法委的 微信官方 將來發布的 之後 經過二創三創 慢慢的大家把它改變 變成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版本 再看裡面用的圖 是哪裡來的等等 他就會一步一步告訴大家說 你看 我們平常看到的 就是 在網路上面傳的是這張圖卡 這張圖卡的文字 我們可以怎麼樣追蹤 追蹤之後就發現 是中央政法委長案件 這個第一個寫的這個 然後 我們又看到了一個 就是 漫畫吧 就是說 這個 所謂的報徒啊 正在 做一個死事的招募令 那裡面就是 用了這個 廣東話 但是就是因為可能寫的廣東話 沒有很好 所以有些寫錯字 而且不小心的 就把他的 這個 就是他的網路的聊天群 用喊語音 那當然 我們知道香港的抗疫症 和喊語音的機率 這個低過0 那然後 管制就是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而且真的加入 就會看到很多色情圖片 然後 然後 還有就是這個 他們用來佐證的這一張 所謂什麼 13歲小報徒 參加暴亂之後 獲得三萬買的 離開iPhone手機 所以只要滴滴起起來 什麼之類的 事實上他圖本來是從 路頭車到圖到來的 那裡面的圖書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這些東西 等等 那然後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說 他每一個查核的過程 你就馬上再看一個 證據偵探小說 他臭絲過簡地去告訴你 這個假訊息怎麼會傳 怎麼二傳三傳 怎麼包裝 怎麼造成危害 那事實上這個就是 任何一個比較正規的媒體 他在發任何的新聞之前 自己內部只要經過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 他等於公開來做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要當媒體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說 那我只要經過類似這樣的程序 所以他裡面如果去問一些專家 或者查一些網站 一步找到等等這些技巧 或這些工具 因為你學到你也會使用 所以比較有可能 只要多參加台灣市場的中心 這樣的工作 這就會變成一個 比較負責任的媒體 當你自己從來 有比較負責任的媒體 你就不可能被帶風向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加入 就是讓大家能夠 像平平不一樣 更加知道世界實際上 是怎麼樣的 這樣子一個狀態 那就比較不容易 這個受到就是一些 就是不時的宣企啊 做不做 但是這樣 有13位朋友問說 這個為什麼不留在蘋果公司啊 而且覺得是 政院的一個工作 很好的問題 其實我在蘋果公司那時候 也是把 資格基金人都已經帶起來了 我也證明就是退休了 我就是一個 就是有事情在過 沒有事情就有點甘心的 一個部分而已喔 所以當時的情況呢 比較有意思的是說 我當時在2014年的時候 開始跟行政院的同仁 一起做個2014年年底的時候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一個工作的契機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在2014年3月17號的晚上 看夜的時候去支援了 在立法院附近正在 就是抗議的一群朋友 那所以我幫忙他們加冠品啊 加直播啊 提供一些網路聯繫啊 能的 然後甚至還打手機也有在那邊 接他們繼續當網路熱點使用 那他們說這個 到臨城就會結束 手機就可以放過吧 那不過呢 他們那個活動就持續了 12天 然後就這樣 站那個時間 這個活動 所以我就成好 再被這個 我的公司們請假 就是說 現在我就沒有辦法上班了 我當時是與局上班嘛 但是 就跟那個 牛津大學啊 跟蘋果啊 跟另外一家叫Social才是 也是 系股公司啊 請大家就說 其實我就被訪在立法院 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對 所以我在318的時候的奉獻 大概就是去確保說 在那邊的20幾個人 只有每一個都自己的主張 大家在那邊討論的事情 即時的可以讓 真實的傳播速度 可以比謠言要來得快 也就是說 不管是會不會直播 大家繼續 看到立法院的狀況 或者是每一次 每天討論的一些 大致的一些共識 你把它綜繁起來 變成接下來討論的一些題目等等 大概都是希望 都透過我們現在叫做 民營工程啊 這樣一個技術 什麼叫民營工程呢 就是你做一些 讓大家看 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就會想要轉發 的一個東西 但內容是真的 所以 並不是那片 但是呢 它的這個 做法是 就是很猛 那所以 像我們教育部 最近加入了民營工程 如果大家有 追蹤教育部的臉書的話 會發現說 後來他們成立了一個廣播電台 叫做 萌萌頻道 萌萌萌萌萌 因為這個 教育部是 教育部是 教育部 教育部 或者是他們就畫了 這個 護掌 什麼吃到了 喝到了什麼藥 忽然間變成沒少年 然後自己就 加入了一個高中 自己體驗 自己做出來的課綱 可是這種人有一點奇怪的 有一點奇怪的 有一點奇怪的 之類之類 對 就是我們大家 都 現在考驗 都想拼 都要想這樣多的 然後 所以這些 這些拼音啊 什麼 就可以很有效的 就像我們那時候 在三一八證領的時候 一樣 那盡可能把他們 不同的想法 就是論事的 傳遞到 這個本來可能 不是對證實的有興趣 或者對教育的 沒有興趣 但是對可證實的有興趣 的這些朋友們手上 那所以當時 就有這樣子一個合作 那這樣的合作之後 當時的行政院院 就覺得真的是很棒 因為他們發現 如果 先不管說 行政院的立場 跟佔領者的立場 但是有一些佔領者 收斂出來的公式 好比像當時 我們收斂出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公式 當時4G網路 還沒有開始講 當時4G的狀況 就跟現在5G的狀況 是一樣 就是準備開始 來設備架 但是還沒有辦法使用 這種佔領的時候 用的叫YNAX 就沒有人記得了 那總之呢 我們在做4G的時候 當時有個結論 在佔領的時候 就是說 4G的基地毯 4G的核心的這些裝置 什麼的 不應該使用 從PRC那個方面 過來的任何元件 因為那個時候 PRC那邊 有任何看起來 像私人公司的 這個大部分 可以要它下來 然後換自己 才能上去 然後或者是 這個控制權 這個很危險 那第二個就是說 而且當它 就是透過國家力量 去淋貼 然後我們看一下 然後我們看起來 然後我們 在三片 用了一些4G的 這些連結 那到5G的時候 你要再換掉 這些不可能 或者發生什麼 自然事件的時候 就只能仰賴它去 即時地給你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 木馬的這樣子 一個更新 那所以我們當時 有這樣一個共識之後 就開始說 其實當時 參與套法 也有很多專業的 就是我們的行政院的官員們 那他們下的班 也是風靈 也來參與戰場 也來討論 那所以他們就把這樣的討論 帶回行政院裡面去 那所以當時 就會很重要的決定 就是4G的堅持的時候 都不可以形容 PRC的這個原件 所以行政院就發現說 一講 廣泛討論真的很有用 那所以他 那時候 就跟我們這些朋友們合作 那我就到了行政院去 去教大概三百多個 是二職的 就大概都是去處長 全台灣也 就那麼多人 去了解說 怎麼樣去跟著 和特定的公民去進行 對話 所以那時候我就對這個 很感興趣 那因為我們管在蘋果也好 在牛津大學出版社也好 在社交媒體也好 在社交媒體也好 做的工作 都是叫做 社交媒體 就是設計出 大家在社會上面彼此互動 達到一些共同價值的一些方法 那對我來講 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再加量 或者第一部分是做研究 我也會寫paper等等 那第二部分是應用 但是應用的話 就要看那個公司是不肯用 公司如果不斷線的行程 還是不會去使用 那我就是純粹一直叫 純粹興趣 但是呢 在行政院的話 就沒有錯問題 因為我想做的是有公共利益的 大概大家都願意 我去試著應用看看 所以或者就是全職 雖然先選 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因為這沒關係 全職就是大家納稅 讓我不用再去想 這個別的 就是蘋果公司 專不專情等等的這種問題 而能夠去專心 在我的研究上 我的研究這個 有很多朋友們 來一起共享上去 所以大概就是做這樣子 一個選擇的原因 好 那一個問題 就下來 就是針對上上的 講到媒體的問題 然後就是 現在有兩次 還蠻就是 正選 就是Postry的 後真相 那請問一下 這個東西跟假訊息 有直接的連結嗎 那還有就是 在台灣就是 好像有 還蠻就是 參與自己的 什麼像 那就是 好像事情已經 不再次就是 真正被大手 那這樣的話 媒體是不是還有 財務公司 對他那個問題 確實 就是說 Postry這個概念 在全世界現在 都 那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仿造 或者偽造 一個 訊息的成本 大距的下降 以前 你如果要 栩栩如生 真的拍 好像說 有一個電影的 那裡面有一個 多高等的人物啊 那他就看起來 栩栩如生 但是完全是 就是類似 動新聞 那種方法拍出來的 那當年 在拍摩戒的時候 是需要 非常好的電腦 非常高的成本 才能夠拍出這種東西 但是現在 因為有這個 這個 這個技術 所以其實任何人 都可以瞬間 產生出 非常多的 就看起來 栩栩如生的影片 那聲音合成也在經驗 達到的成熟 說文字的合成 文字的合成是 最早承受的質疑 所以 像 如果大家 對文字的合成有興趣的話 英文也名叫做 Talk to Transformer 我覺得 非常的值得 大家了解 Talk to Transformer 就是 這樣的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就是 你不管打什麼字 它就幫你寫出一篇 看起來就 很像 的新聞 或者是 的東西 不過 在 這邊 先證明一下 我是人 OK Anyway 好 好 這個其實 滿哲學的 就是你要用機器人之前 你要先證明 對 好 因為機器人不想要給機器人使用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 好 所以 好 所以 所以 還有一個 其實 很難看 其實問題是說 In a shocking point scientists discovered Hurda Unicorn 對胡教授 Living a remote previously 探索了 Vali In the Andes Mountains You're more surprised You're more surprised to do the research Hurda Unicorn 做的 英文 對這些胡教授 都非常會講英文 非常的厲害 然後呢 他就會幫你寫下去 Sylvia Amaya The PhD student Who worked on a project Requart In my culture We're used to unicorn I could never imagine And they're talking like a human 等等 就看起來真的非常有說服力 就是很像你在讀這文 在什麼東西裡面 會不會看到的 一段文章 這個有證據 什麼之類 那你如果覺得 這一段還不會有說服力 你就再那一次 然後他就說 這些胡教授 顯然還有名字 那這些名字 就跟人的名字一樣 有些胡教授叫做 Hurry or Twist 有一個 胡教授叫做 然後這個 Shout this is funny 等等 這個一共這個 我們採訪了51位 毒教授 然後就 再再一次 他就再寫一段 再寫一段 意思就是說 現在產生這樣子 就是顯然不是事實 完全是幻想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成的 人家像是看一段 一秒鐘代表 就可以產生 三百折這種東西 那然後呢 你把這三百折 放到什麼 那一群組織裡面 看哪些大家會轉帖 或有反應 這叫lady testing 然後你把大家最有反應的 那些部分 然後再放上一張圖卡 然後一瞬間 這個 posed truth的 概念就出現了 所以就是說 這不是未來時 就是現在 就是這樣 好 所以這個概念很東西 但是這不表示說 我們就真的 好像 完全沒有辦法 我們的作法 剛剛講的 就是說 確實成了 你已經沒有辦法 透過自己的文章 本身的內在的執行 來判斷它到底是否是真的 如果它的階級度不高 你很難看 從一張照片去判斷 這張特地 是不是會成的 如果它只是一小段 好像說 30秒的一段錄影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知道 這段錄影到底是否成的 還是是真的錄下來的 這確實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posed truth沒有錯 但是呢 這個只能讓所謂的 媒體適度的 這樣子不好的想法 就是受到挑戰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媒體素養 就是每一個人 都算是媒體 每一個人在自己 發現真實的過程裡面 你都可以讓更多人 參與你發現真實的過程 透過直播啊 透過他們的這些方法 這個並沒有受到挑戰 因為大家是先認識你 透過你去認識 你認識世界的過程 然後呢 當你認識世界過程 我們遇到了別的人 那再透過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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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的這個方式 去瞭解他們怎麼認識世界 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反而 網路技術的出現 這些技術的出現 只是讓我們有更多 social object 就是有更多 可以大家互相討論而已 就是 光是你提出 whose truth 我可以回答 whose truth 我可以取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變成 不是我拿來 就是 欺瞞 而是這個欺瞞的行為 變成我們可以更加互相了解 的這樣子一個 social object 就是 社會可以環繞它 討論的 這樣子的社會 所以我想 這裡 fundamental 就是還是 你要把自己看成月底理智 那這樣可能就沒救了 或者是把自己看成媒體 看成傳播者 這樣就很有救了 因為那個媒體 隨時能動性 都是在那個媒體手上 拿攝影機的人手上 而且因為大家都有手機 每一個人都有攝影機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透過直播 透過現在 我有時候 偶這個補片 還會用一個叫TruePick 那TruePick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技術 它就是用你的手機 在你拍這張照片 或錄這張照片的時候 同時記錄下來 你旁邊有多少個 無線網路的基地板 有多少個 就是3G 4G 未來5G的基地板 你的這個目前的時間 怎麼樣 你的這個手機裡面 六手感測器 你的就是實際的情形 如果GPS訊號有多強 到底目前連到幾個衛星 等等的這些訊號 全部都把它捕捉下來 跟這個錄影和照片一起 然後呢 算出一個檢文嗎 然後呢 寫到一個公共的區塊鏈 叫做離開圖裡面 確保寫得分子算得很大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你就很難去偽造 或者仿造 這樣子的一張照片 或者是圖片 所以未來像這樣子的技術 如果大家都不使用 那當然就是 就是Post Group那邊會非常興盛 但是它興盛到一個程度 我們這樣子的技術的訊息 就會開始出現 就會開始說 那我現在可以做一個線上報導 然後我要怎麼樣 證明說這真的是線上報導 都是在PR裡面走得成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如果你是用媒體素量的角度 你自己就是媒體的角度的話 就可以去選用媒體 可以去發展的 但如果被動的 等於我來告訴你是真的假的 真的是 現在其實沒有辦法的 大概是這樣 那看有沒有現場還有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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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最後兩個問題 有時候可能會問說 我覺得這個 就是PRC方面的王軍 是不是足以威脅我們的資安 這裡的 我覺得我很高興看到王軍 是用2013年以前 我本來理解的那個意思 就是實際上就是我現在叫自動電局 就是它是出於侵略的目的 那想要癱瘓 或者是想要取得控制 就是實際的這些資訊系統 因為現在已經連 好比像說一些 這個YouTuber啊 或者是一些這個 公共關係的行銷公司啊 或者是甚至只是幫忙修圖的啊 都被叫做王軍啊 完全這兩個字已經快要 像這個雲端這兩個字一樣 或者是什麼大數據這三個字一樣 已經快要完全喪失意義了 就是它可以被套用在任何東西 甚至已經變成一個女助詞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很高興有朋友把王軍用2013年間那個用法 就是自動電軍的用法 那這當然是一個非常critical的一個問題 這個有一個很簡單的回答 就是說 不管PLC那邊 它這個侵略的能力有多強 我們目前的就是 就是因為大家互相訓練的這個狀態 所以也變成是非常強 而且這個在全世界看都是這樣 不管是艾莎尼亞因為它跟俄羅斯 或者是以色列因為它跟旁邊所有人 等等這些就是都有就是不合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們那邊受到的侵略會非常多 所以這幾乎是一個好像演化樂的在於的情況 就是說我們的學生在學治安的時候 不用去解一些模擬的題目 他每天都要很多真正的題目給解 然後呢我們也不需要就是特別去看 什麼系統公家的系統 這個到底是不是安不安全 因為它如果不安全的話 我們那個防禦眾神馬上 就是聯防系統就會亮起警報 所以大家今天還在用而沒有被打下來 那都還蠻安全的 所以意思是覺得說 這是在一個高度侵略的情況裡面 的一個實際的一個事實 那我們當然最近大家可能在新聞上也有看到 就是有十個不同的國家 那他們的提供聯軍來辦理白貿好客 那跟我們自己這邊的就是自然的朋友們 一起來攻擊我們的金融系統 因為我們的金融的系統 就是以防它們的 也是一種關鍵的基礎設施 不是只有武漢警官的網站 也是關鍵基礎設施 那我們的防禦的能力 以及我們的攻擊的能力 然後在其他的國家看起來 其實都突如意料的好 就是比他們想像中的好很多 那實際上我們狀況真的很嚴峻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這邊就是勉強自力對付 在他們那邊就已經很強了 那對 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重點 不是我們自己把自己的問題解決 而是說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的經驗變成一種 我們可以感覺是有分架 像我們剛剛講用等部來處理不實訊息 承認是不信不信自然 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也有非常多朋友在學習 以公民社會來講 以公民社會來講 我們剛剛就是 台灣市場的中心之外 不是還有一個叫做真的假的嗎 那真的假的其實就是 一堆民間的創新的朋友 有些還是AI的專業 他們做的就是一個LINE的機器人 那你自動轉貼給他 把留言轉傳給這個機器人 這個機器人就不會再轉 但是呢他會 而且他這個性靈意識的地方 會不斷改變稱代名詞 但無論如何就是說 就是不管你的親友好友任何人 這個只要轉這種故事訊息給他 他就會自動變成一個群眾都可以看得到的一個資料庫 所以你最近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都已經被回覆了 然後呢目前就是現在 台灣最紅的這個故事訊息在台灣上面 要傳給真的假的的 到底是哪些喔 那因為現在要選舉 所以真的是很多都跟選舉有關係喔 這個奧路啊什麼東西有力量對不對 那但是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這一套系統 因為它完全不是靠國家的力量 而不是花錢 它是一堆資源製作出來的 所以你的covacs這個字 你只要把s拿掉 變成covacs 點或rg 你會看到 因為這是跟剛剛我剛開始分享的 那個自駕三輪車一樣 它完全是太空運行 所以呢太多的朋友 你看到 因為泰國人也有很多 他們就自己在當地 就做出這樣子一個系統來 所以我們的 我們不光是說 我們不只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們也把我們這種整個社會的力量 就是靠自願者的力量 靠命愛關係的力量 真的有解決我們一些創新的方式 就是所謂的社會創新 想辦法讓全世界知道 那全世界一旦知道的話 我們這樣子的特決方案 就變成了財商能量越來越多 當財商能量越多 當我們開始有更多的做法 更多的創新 更多的貢獻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因此而受益 所以我們的資安聯防 就是這樣的概念 我們每年當然自己都有 我們剛剛講的那種模擬的 紅隊藍隊對打的 這樣的資產測試 但是接下來我們希望 每兩年或者是 每兩三年 那要看這個不同的 就是夥伴國家的想法 但是這些國家 大概都會跟台灣 有這樣的一種 聯防的一種架構 那我們的 通常訓練的架構 在以前是台灣雙方 現在日本也加進來變三方 那我們也會把這個 越來越做成多別的 這樣的一個模式 確保說 讓台灣發現了 資產問題的時候 就會告訴大家說 台灣其實是第一個 會碰到的 海裡面也會碰到的 所以大家一起來 幫台灣解決 也就是幫未來的自己解決 那今天就先回答到這邊 謝謝大家小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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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